你對陸委會這一些分析評論 我完全接受 我跟你同樣的態度跟立場 我覺得陸委會這麼做 反而是做球給韓國瑜打 我認為既然這樣 大家挑明的講 韓國瑜此行 這個不是法律問題 我認為這個是更高階的 這是政治問題 所以我兩三個月來 我一直在呼籲說 藍軍就不要遮遮掩掩 不必扭扭捏捏 省去繁文入竭 直接就徵兆 你就讓韓國瑜代表藍軍 2020來參選同學 不是 我意思就是說 我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得不佩服我 有先見之明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沒有那個時間 跟那個資源在虛耗下去 我一再的講2020 就乾脆直接 柯文哲要選 一籃一綠一顆 就是一籃一綠一瞎 大家就國家定位 台灣前途 大家來講個清楚 剛剛大監委員分析了也都對 不過是韓國瑜自稱孫悟空的 沒有人說他是孫悟空 我認為誰是談商這樣提示 對 最主要 不… 是那個 韓國瑜自己先說他是孫悟空 現在對於韓國瑜 能賣人生果有意見 對 他說的豬八戒 像我就豬八戒之一 我們賣不了人生果 不過我是要提醒韓國瑜說 其實有如來佛在 如來佛就是我們台灣 2300萬個人民的民意 你的意見又跟拜神不一樣 而不是中國 對 如來佛是台灣2300萬 民意集體的展現 我認為說第一點 中聯辦沒有人要把它妖魔化 那是北京政府駐港澳辦事處 那是他們的單位 沒有人把它妖魔化什麼 沒有 我只是四個字形容中聯辦 大家不必再瞎掰這個 明著講 中聯辦在港澳四個字 垂連聽證 他就是握有實權的迎武者 簡單講 中聯辦就是港澳的太上政府 你看外國使節去會找中聯辦 來行那就是找中聯辦 那就是北京政府 在那邊的代表 就對了 沒有人要去妖魔化他 每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政府 我們台灣也不希望你來 妖魔化我們政府 我們也不會去妖魔化北京 只是說韓國瑜要去賣這些很好 不是 林宇宇 你講我尊重你 韓國瑜要幫我們高雄農漁民 農產品水產品賣出去 這個很好 只是我們一再苦口婆心的講 就是說這個要小心就是 不要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因為中國這二三十年來 對台灣的政策很簡單 以商逼政 以民逼關 我們台灣的產品 從農產品 水產品 魚產品 一直到工業產品 每一樣都好 台灣的產品 全世界超過100個國家都跟我們買 我們都賣出去 可是台灣的產品 全世界各地去賣 沒有一個國家跟我們台灣買 我們的產品要要求附帶條件說 我們台灣是他國家的一部分 沒有 只有中國很特殊 因為中國一再的聲稱 台灣是他中國的一部分 這比較特殊 所以這個變成不是一個 單純的買賣而已 歇雲 龍介兄他剛剛講說 日本那個方式 對 沒錯 日本那個方式也是變相的一種 一種坑殺的方式 所以日本跟我們有友好同盟 都可能這樣 可能讓我們香蕉市場 過度依賴他之後 然後他突然間一個殺手箭 他有他其他國際問題的考量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同樣的事情 更會發生在中國 因為中國一再宣稱 台灣就是他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只是提醒 我認為陸委會基於他的職責 他當然要把法令拿出來看 說因為他對的不是高雄市 不是高雄市長而已 因為還有21縣市的縣市首長 所以他當然他必須從這些 去找哪一些文字條文什麼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已經跨越法律了 即便罰得到 我也認為不要罰這個 這個無聊了 跟韓國瑜的 我們就是認為 韓國瑜你就是代表藍軍 那你出來參選總統 我們2020就我們國家定位 台灣的前途 大家一次來論變清楚 我佩服欣賞韓國瑜的地方 就是說他跟我政治立場 絕對對立 他是統 我是毒 絕對老死不想往來的 但是我們至少 我佩服說你敢明講 你在選前你就講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至少你敢這樣子講 我覺得中共這次態度也很清楚 中共等於昭告天下說 中國不再需要買辦了 中國不再需要那些假掰的 什麼馬英九朱利倫閃一邊去 中國要的就是說 中國他也沒有耐性的 你誰能夠按照中國的旨意 認為可以促進台灣跟中國 不但交流 而且可以回歸祖國的 誰就來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 我佩服他一點就是說 他是脫掉流氓裝的白狼 他是穿上 他是絲紋版的白狼 先前中國本來寄望白狼說 是不是來這邊 含打喊殺多少有用 韓國瑜不含打喊殺 他來聞的 他就是幫我們農民 銷售農魚產品出去 他講的也都是這麼 溫和 我們台灣人 別的我不敢講 台灣人大概都像我這種個性 就是吃軟不吃硬 大家軟軟的來 大家來談道理 硬的 你中國要跟我們硬的 我們就硬到底 如果要這樣 你要像我懷孕 很簡單 你說韓國瑜企 你要選是租款 你懷孕到日本 說你在賣選 你不就要跟日本人搶賭 日本人 你不可以生人一個中國 我們中國民國是租款 你賣國家 你日本人怎麼只生人一個中國 你就去跟他們拜託 叫人幫你賣選 買那些都不是通膳 那有尊嚴 那又比較沒有尊嚴 對 日本從來沒成立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你不就去看 他們建構的那一部份 日本是acknowledge 你沒有承認 日本怎麼不跟我們建交 他不是recognize 不是 中國建構所有的公文書 你拿去看 你不就要叫勒成 去到日本的時候 跟日本人搶賭 日本 正式來跟中華民國建構 日本一部份 日本對台灣的優先 對大陸這條標準 對日本跟這條標準 來批評日本跟對我們這樣 是不是這樣 日本沒說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 中國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點我們補完 世堅哥剛才表面上是 高高的抬起了韓國瑜 可是後來那一段 真的是狠狠的捅了他幾刀 世堅哥 我必須說實話 捅了他幾刀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只是很好奇幾個問題 我剛才一直在講 韓國瑜是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也許他是藍軍的一個政治明星 但他就是一個高雄市市長 這是他現在的位置 他跟民進黨登陸的這些縣市長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都是一個地方的父母官 如果今天你們要韓國瑜 給他賦予這麼大的政治任務 為什麼你們以前那些父母官 都沒有去宣示一下主權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因為你們那些父母官登陸的時候 其實也是推銷產品 也是希望能夠促進 他們地方上的經濟活絡 志堅哥 你想想看 你們以前的這些縣市長 都是一樣的 跟韓國瑜其實是扮演一樣的工作 他們其實只是幫助地方上的 不管是觀光也好 不管是產業也好 或者是產品也好的行銷 都是一樣的 這第一 第二 你說跑去大陸賣東西 就一定要先喊這個要喊那個 要宣示這個要宣示那個 否則就是降低國格出賣台灣了 那我要好奇的是 台灣這麼多企業界的人 跑去中國大陸賣東西 你有叫這邊每個人 都要宣示一遍嗎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就拚經濟就歸拚經濟 拚經濟既然你們陳明通 叫他不要去講這麼多政治的事 他也聽了話 不講了 不講也不行 不講還要被修理一頓 這是當時你們交代他的 他都做到了 第二 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今天韓國瑜要做的 只是促進地方產業的發展 幫助農民能夠賺大錢 跟你們的縣市長做的都是一樣的 大家就有一個標準 不要說韓國瑜的標準特別嚴苛 民進黨的標準就特別高 這個特別鬆 然後韓國瑜不做這些 他就是什麼脫掉流氓外衣的白狼 我覺得 詩欣哥 講這個 講這個你聽我講一下 講這個我覺得就不夠 你胡說八道 我什麼時候要 韓國瑜說你去賣產品 你要先宣示主權 沒有 誰叫他這麼做的 沒有人叫他這麼做 你就不要汙蔽我們這個 泰總統有叫他這麼做 泰清德也有叫他這樣做 你剛才跟他講的那個 我至少我王世堅不這麼講 他要去做他的事 我只是說他不要把台灣帶向說 我們的農漁產品 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詩欣哥 他要不要去宣示台灣的主權 你不要衝動 他不會去宣示的 我只是好奇說 你剛才最後帶的那句話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為什麼做了這些事情 你對他其實爭議也不是很大 為什麼他會變成另外一個 你所說的什麼脫掉的流氓 外衣的白狼 我不懂這個邏輯 是怎麼推在一起的 我這個是在講中國的心態 中聯辦過去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過去 比較買辦型的政客 沒有一個去見過他們 所以中聯辦見韓國瑜 我簡單四個字講 然後老闆見你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很多人 進過中聯辦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這個代表 韓國瑜跟中聯辦 已經沒有耐性了 我認為中聯辦已經沒有耐性 中聯辦喜歡韓國瑜這樣子 跟我欣賞韓國瑜說 來嘛 你就挑明了 大家出來 2020 那為什麼中聯辦是韓國瑜的老闆 你要講清楚 很清楚 韓國瑜進了中聯辦 回來高雄就一國兩制了嗎 謝長廷也進去見過老闆 你不要把這個邏輯掛在一起 港澳特首 韓國瑜進了中聯辦 他就變一國兩制 只是什麼邏輯 公關經理 我講不客氣就是這樣 我們拿的訂單跟中聯辦 也沒有關係 不過世堅哥 我跟你講 你有誤會一件事情好不好 對不起 我告訴一下 民進黨一直誤會一件事情 對藍營的政治人物來說 中聯辦比較好見 特首比較難見 所以我才剛才一開始才講了 你們把中聯辦看太大了 很多藍營的政治人物到那裡去 想要見的是特首 並沒有想要見中聯辦 哪怕中聯辦要見他們 他們都不想見 所以你們太高估中聯辦了 我們日圓沒有人要任何人 去中國那邊招惹 去什麼宣誓主權 不用 我們在我們自己國內 大家形成共識 我們2300人選出 我們希望的我們的國家領袖 我們的政黨 我們的民意代表 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主權自己知道就好 你中國你要嘛 大家當朋友來 你要來打我們 我們一定跟你適時抵抗 我認為是這樣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要中了中國的計 也不要講那些說什麼 我們的人去那邊 就要宣示主權 沒有 不必 你要去賣你就去賣 只是我們希望 我們國內的各行各業 尤其農運們朋友們 要很清楚的了解說 這個買賣 跟我們賣到其他國家有不同的 我們的東西賣到其他任何國家 人家都是認為產品好 價格適合 我跟你買 人家沒有附帶條件 說他買我們的東西 我們台灣就是他國家的一部分 沒有 只有中國這麼做 所以中國這八個字 我希望大家記得 中國以商逼政 以民逼關 就是他最主要的用意 所以你剛剛說我誤會你 我沒有誤會你 你問一下張州謀 張州謀的台中間去了 也是因為這樣嗎 那認為白狼 喊打喊殺的沒用了 但是他為什麼支持白狼 因為他認為白狼很直接 他認為白狼很直接挑明 所以現在不要武裝版的白狼 現在來個斯文版的 你剛才一直在講的 就是關鍵了 你說我們的產品 賣到大陸去 都是有先決條件的 我就是想提醒你 事實上沒有 我們台灣這麼多台商 到大陸去賣東西 他們也沒有每一個人 都先簽一個單子 發誓說他們是支持這個 才能去賣東西 都沒有 所以我才講說這兩碼子 如果你把韓國瑜這件事情 簡單的 就像你剛才講的 這麼簡單的看待 其實一點問題也沒有 是民進黨不斷的炒作 才會造成這麼多問題 是你們一直講說 韓國瑜這樣 好像牽手觀音 感覺有夠厲害 整天沒那麼多 我們台灣的現場 我們其他縣市長去 我們三個字 平常心賣 沒有 我就是平常心賣 我覺得你們要先想的一件事 是為什麼蔡英文 這三年不跟大陸當朋友 你說要當朋友 沒有當什麼朋友 你怎麼做買賣 蔡英文這三年拒絕 誰跟大陸當朋友 所以我們的農藝產品 出去才會受阻 韓國瑜市長 一個地方的市長 他能夠做的就是什麼 他去跟他們做朋友 幫農與民把東西賣出去 他只有做這件事 沒有像你們講那麼厲害 一個高雄市長 可以到大陸去宣誓主權 宣誓主權是你們蔡英文 總統的事情 就這樣子 你看到的都是後半段 說小英總統代表我們台灣 表示不高興的時候 你沒有看前半段 小英總統第一天 他就宣誓維持現狀 第二點 他願意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任何形式 要跟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來見面 他早就這麼講了 那是中國是怎麼伺候台灣的 軍機繞台 軍艦繞台 是從中國一開始 能不防的就這麼做 人家為什麼不跟你們 小英總統見面 你認為最大原因是什麼 他認為說民進黨的很多主張 站在捍衛2300萬台灣人 他認為跟他中國要併吞台灣 就是現在韓國瑜 他接受的那個東西而已 是不是都扯太遠了 你只要蔡英文 接受那個東西 跟韓國瑜做的事就一樣 接受什麼 接受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沒有 四個字叫九二共識 對 如果我們也會說 甚至是《公泄國瞑六星》 去年 每十三個字幕提供 我們都不夠